我们已经到达地球的中心了 这里居然有一座地下之城 这一定是侏罗纪时代留下的建筑 看 那里有一个恐龙蛋 天呐 原来地球上还存在恐龙 他们都在地心生活 原来我的先祖就生活在地球深处 我一定会去地心把你们救出来的 我肚子有点饿了 哈哈 哈小龙 要不我们去甜品店吃蛋糕吧 太好了 我想吃巧克力可惠的 你呢 哈小龙 你们去吧 我还有事要忙 先走了 哈小龙平时最爱吃蛋糕了 今天他怎么了 好了 孩子们辛苦了 这里有四张游乐园的门票 我们一起去玩吧 太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好啊 好啊 哈小龙 我们走 那个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去玩吧 奇怪 哈小龙最爱去游乐园了 今天怎么回事 哼 总算完成了 时间不早了呢 妈妈肯定在等我们了 我们赶快回家吧 那个 你们先回去 我还有事 奇怪 哈小龙人呢 刚才明明看到他进来的 这家伙最近偷偷摸摸地 不知道再打什么主意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要问问清楚 哈小龙 哈小龙 你在哪 是啊 啊小龙 啊小龙 你为什么要挖这么深的地洞啊 找 找我的恐龙兄弟 他们就在地球的最中心 真的吗 这是个秘密 我要把他们从地下救出来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索性帮我一起挖吧 可是地心真的会有恐龙吗 我才不信 恐龙早就灭绝了 千真万确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你们别争了 马上就会有答案 我现在是地质学家哈哈 根据现有的记载证明 地心是不可能存在恐龙的 你胡说 地质学家就懂石头 才不懂我们恐龙呢 没错 我不懂恐龙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 我们负责研究地球的构造和成分 你也没到过地球的中心 恐龙灭绝只是书本上说的 来了 百文不如一见 我们想办法去地球深处 看看那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嗯 好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了 这是一台胶囊钻探车 有了它 我们不用自己挖地洞 也能很快地进入地球的深处 欢迎乘坐胶囊钻探车 地下之旅开始启程 哇 太棒了 我马上要成为拯救我们恐龙家族的超级大英雄了 哈小龙 有没有恐龙还不知道呢 我们到哪儿了 这里是地心吗 别急 我们现在还在地球的表面 不会吧 我们都走了好远了 地球的结构其实就像一个鸡蛋 在大气层下 地球最外层的部分叫做地壳 也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坚硬地面 大部分都是由岩石组成的 地壳就像鸡蛋壳一样 十分坚硬 我们现在就还在这个蛋壳里继续往下 那地壳有多厚呢 地球的这层外壳是不平均的 有的地方厚 有的地方薄 中国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地壳最厚的地方 厚达七十千米以上 最薄的地壳在大西洋的海底 只有不到两千米 那地壳下面又是什么呢 地球也有蛋清和蛋黄嘛 没错 地壳下面是厚厚的蛋清地脉 而蛋黄就是地壳 地脉和地壳的构成 既有固态的岩石矿物 也会有流动的云浆 快看 那岁是什么 地球的年龄大约有四十六亿岁了 地壳上的岩层就像一页页书一样 会记录下地球的年龄和发生过的故事 年代越近的 离地面也就越近 越古老的故事 离地面就越远 前节岩石上记载着新生代发生的事 新生代是从七千万年前开始的 地球现在的板块和气候开始逐渐形成 地球人类的祖先 五元也慢慢出现了 快看 这里啊 古都怪谁 这里是中生代的岩层 距今二点三亿到七千万年前 这时候的地球上出现了七亿 烏龟 鱼 还有恐龙 这才是我们恐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岩石里黑乎乎的又是什么呀 这是煤和石油 地球上最重要的能源和原料 我们地质学家的任务之一 就是要找到它们 好给更多人带来方便而又现代的生活 好漂亮的海洛画石啊 这片岩层来自古生代 距今大约六亿年前 这是鹦鹉螺的化石 这种生物到现在还生活在海洋中 被称为地球的活化石 哇 真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恐龙也一样还会活着 哈哈 快点 我们继续往下 可是哈小龙再往下会很危险 啊 太厉害了 啊 太厉害了 啊 太厉害了 糟糕 交往钻探车 发出高温锦风了 啊 啊 现在我们在地下八千米的深度 越往下越接近地外 那里到处都是滚烫的岩浆 恐龙是不可能在那里生活的 嗯 拜托了 我真的想找到我的同伴 哈小龙 钻探车快承受不住了 我们必须回去了 啊 你们看 那里有一颗恐龙袋 一定是别的恐龙留下的 我一定要救救它 但要被除熟了 哈小龙 你小心脚下 啊 啊 啊 太好了 我的小伙伴 我们终于相见了 哇好 岩浆出来了 快 我们快回地面 糟糕 江浪钻探车被卡住 起动不了了 我有办法了 兰兰 我数三二一 你就点火 哈 三二一 点火 哈哈 刚才你怎么知道 点火就能逃出来的 根据我的判断 那里刚好是一片 充满天然气的叶岩膀 点火后 我们就能让天然气体 迅速地膨胀进去 走起来 借助这个推动力 把钻探车推出地洞了 哈哈 你这个地质学家 可真是太厉害了 这有什么呀 我才厉害 我救出了恐龙蛋 成超级大英雄了 这帮小朋友 还玩跳伞 我幼稚园的时候就玩过了 一定很好玩 我也想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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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贝蛋 你要快点长大哦 我们一起拯救世界 嗯 对不起对不起 摔疼了没啊 哇 绿色的 里面是我的弟弟 真的是你的恐龙弟弟 嗯 不可能 让我看看 嗯 这块是由纳格灰石和绿灰石 组成的矿石 俗称翡翠 就对地球人来说 有着非常大的经济价值 但 在地质学上 这只是块普通的矿石而已 哎 搞不懂的地球人 啊 是宝石啊 我发财了 我可以买好多好吃的 我是地球上最有钱的恐龙 哈小龙 你不要拯救恐龙做大英雄啦 这是什么 跟我长得很像 这是爸爸给我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他叫哈喽哈哈 你好 有意思 他能做什么呢 除了放音乐 还可以查天气 订餐厅 讲故事 教我启程 有一百多种功能呢 这么厉害 让我来试试 哈喽哈哈 你好 一百二十三乘以三百二十一等于多少 答案是 三万九千四百八十三 完全正确 我来试试 哈喽哈哈 你好 我想订餐厅 有什么推荐吗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 只要不是辣的 什么都可以 推荐老四川火锅 我不是说了不要辣吗 还有 炮椒鸡爪王 火大了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话 上火 是由于人体内火旺盛 常见症状油 面红耳赤 全身发热 够了 什么人工智能 简直是人工智障 蓝蓝 它只是个智能家用电器 你没必要这么生气 对了 哈哈哈 你可以变身人工智能科学家 把它变得更聪明一些吗 好主意 我正好可以用地球的人工智能知识 修复比铃星 嘿嘿 半姑娘真是天才 人工智能能让计算机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 怪不得哈喽哈哈没有听懂你的话 它的语音识别算法里没有逻辑功能 只会抓取关键词 所以听不懂 就这样的 也叫人工智能机器人 别急 让我来给他安装一个程序 他就能自动下载学习软件 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刚才睡了一觉 我好像变聪明了呢 哈喽哈哈 我想订个餐厅 只要不是辣的就行 没问题 边上新开了一家苏州面馆 哈哈 他真的变聪明了呢 这才刚开始呢 你跟他交流越多 他就越了解你的需要 哦 那颗 那是天狼星 距离我们八点六光年 原来那就是天狼星啊 哈喽哈哈 你太聪明了 我一开口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别看我才跟你相处了两天 我可是比爸爸妈妈还要了解你呢 刘欣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你能猜到刚才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你的愿望是 长大以后成为一个科学家 天哪你这也猜得到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啊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收到我心里去了 你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给我一个三十为法的电容 就在那个盒子里 哪个是三十为法的呀 这没用 我发现了超好吃的香辣锅吧 一起吃吧 你认识我这么久 还不知道我不吃辣吗 哈喽哈哈认识我五分钟就记住我不吃辣了 这对不起 真是一群笨卦 今天他忘记带哈喽哈哈了 看谁都不顺眼 我们我们躲远点吧 蓝乐 干嘛 你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对朋友说话 是他们太笨了 要是他们能像哈喽哈哈那样聪明 我也不会朝他们发火呀 可是 他并不具有人类的意识 哈喽哈哈更了解我 他只是一个智能机器 你一定是妒忌他了 小气鬼 蓝蓝蓝带我去放风筝 没看见我在忙吗 怎么一个个都那么讨厌 哈喽哈哈比你们好太多了 开口闭口都是哈喽哈哈 哈喽哈哈 没劲 看起来 蓝蓝现在把哈喽哈哈 当做最好的朋友了 是啊 他都不理睬我们了 看来 他只听哈喽哈哈的话 嗯 那我们就有机会 征服地球了 给我找一张精神电路图 蓝蓝 与其把时间花在这种小制作上 不如搞个大发明 大发明 你可以发明一个人脑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学习机 太棒了 可是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啊 放心 只要按我教你的步骤把我升级就行了 嘿嘿 太好了 我的科学家梦想就要是信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吵死了 你们不要在这里妨碍我 哦 蓝蓝 如果你还当我是好朋友 就听我的话 不要做了 真正的好朋友 会支持我 你在这里只会拖我后腿 请你马上离开 蓝蓝这话也太伤人了吧 自从有了哈喽哈哈 我们就不是她的朋友了 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着想 我担心的是 她这个发明 会出什么意外伤害到她 我觉得吧 这么高难度的发明 蓝蓝是做不出来的 你就放心好了 是啊 现在的科学家都还没研究出来 蓝蓝还是个小学生呢 终于完成了 快把我带上试试看 嗯 好嘞 你已经完成地球上 所有的技能输入 太好了 接下来我要造出 许多台人工智能学习机 让全世界的孩子 都能变成学霸 在这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做 每一台学习机 都要输入一个命令 命令 什么命令 就是所有人 都要鼓措我哈大龙的命令 什么 蓝蓝快开门 大人已经把自己 摆搜在里面 扒开小时了 会不会出事 我们来把门撬开 不行 这是破坏公物 蓝蓝比门更重要 蓝蓝蓝蓝蓝蓝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有人来了 构灭入清者 兰兰 你在干什么 又是哈大龙在捣鬼 兰兰 快醒醒 你们哈大龙控制了 我是哈哈呀 兰兰 没用的 兰兰现在只听我一个人的命令 看来 必须把他头上的哈喽哈哈摘下来才行 对了 再强的东西也有弱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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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停下了 就是现在 这是哪里 我刚才是怎么了 太好了 兰兰 你终于清醒了 哈大龙利用哈喽哈哈控制了你 让你用功夫攻击我们呢 你下手可真够狠的 那你是怎么让我恢复的 利用对抗性图片 现在的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方面还不完善 用这样的图片干扰一下 他就会把我认成别的东西 又失败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 哈喽哈哈这个没良心的 连哈大龙的命令也挺 真是敌我不分 我都说了 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程序工具 好人用它可以造福人类 坏人用它就可以毁灭世界 那我是不是很傻 还把它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才不会嫌你傻呢 谢谢你们 你们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了快把宝石上传到比铃星外 这颗宝石一定能修复比铃星的人工智能系统 宝石呢 在这里呢 快把宝石还活 一下就跑得这么远 这下哈哈再也抓不到我了 你没出现 就想着怎么逃跑 看看这有什么事吧 人类日来的依赖人工智能 就好像有其的别人 哈喽哈哈 把窗帘拉上 把口条打开 稍等 让我用人工智能软件分析一下上个月的销售情况 这个NPP推荐的家庭洗浴套装太划算了 掌握人工智能 请掌握政府地球的力量 到时候该逃跑的 就是哈哈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